好,我们来看概念6 概念6是讲的是外角的意义 好咯 我们之前学过的都是内角 什么是内角呢? 内角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三个边呢,它围起来的 边跟边的这个夹角就是内角 所以呢,你这时候可以知道 角A这里呢,这里是一个内角 角V这里是内角 角C这里也是内角 所以内角呢,是哪三个呢? 是角A,角B,还有角C 那再来看一下什么是外角 外角是什么呢? 外角它的定义是这样 一边的延长线 这边延长 和另外一边的夹角 就是外角 所以呢,这个地方呢 我们叫做角A的外角 好,那角A的外角呢 我们假设这边是角E好了 我再来 再把一边延长 跟另外一边的这个夹角 这叫做角B的外角 好,老师把它写成角2 假设我们让它是角2 再往前走 把BC延长 跟另外一边的夹角 这是角C的外角 这是角C的外角 我们假设它叫角3 所以在这个题目里面呢 我们就知道 角1,角2,角3 就是所谓的外角 就是所谓的外角 那这个地方呢 其实外角呢 照这样看呢 好像你发现说 好像只有一组 那事实上呢 它会有两组 你刚才这个做法呢 它是这个逆时针的旋转 那你如果说顺时针的旋转呢 它又会跑出另外一组出来 比方讲说 我今天呢 延长AC 然后呢 AC跟BC的夹角 这是一个外角 延长BC 跟另外一边的夹角 这是外角 延长AB 跟另外一边的这个夹角 这是外角 我假设这里是角4 这里是角5 这里是角6 所以角1角2角3是外角 角4角5角6 也是一组外角 那再来呢 我们从这个题目里面 这个图里面 我们可以发现 角1跟角4 其实它是会相等的 角2跟角5也会相等的 角3跟角6也会相等的 为什么它们会相等 因为角1跟角4呢 这个角叫做是对顶角 所以它会相等 好咯 那我们通常呢 在讲这个外角的时候 要不然就顺时针 要不然就逆时针 所以不会一次讲两个 是这样 请看右边 一个三角形的内角 跟它的外角 加起来几度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角A跟旁边这个角1 加起来几度呢 角A加角1 刚好形成一条直线 一个平角 所以平角是180度 所以角A加角1呢 这个地方就是180度 那同样道理 角B跟角2呢 角B跟角2加起来 也会是180 那在角C跟角3呢 角C跟角3 加起来还是等于180 以内以外 加起来等于180度